经常代表哈马斯组织在国际上露脸的哈尼亚传出在伊朗首都德黑兰预袭身亡 哈尼亚约害之前在伊朗参加新总统的就职典礼 伊朗政府与哈马斯同时证实这项消息 并宣称是以色列的空袭杀害哈尼亚 包括革命卫队在内的伊朗政府机构以及哈马斯组织 几乎同一时间发布哈尼亚预袭身亡的消息 并且把矛头指向以色列 宣称以色列空袭德黑兰的哈尼亚住所 造成他与一名保镖死亡 但伊朗方面并没有说明哈尼亚预袭的过程 只说还在调查当中 现年62岁的哈尼亚是加萨土生土长的巴勒斯坦难民第二代 学生时代就成为穆斯林兄弟会在大学的代表 积极参与以武力反抗以色列统治的运动 一九九七年哈尼亚成为当时哈马斯创办人 亚新的办公室主任 实际上开始领导哈马斯 与约旦河西岸的伐塔组织分庭抗礼 争夺整个巴勒斯坦的领导地位 随着以色列与巴勒斯坦多次爆发流血冲突 哈马斯在巴勒斯坦的声望逐渐凌驾伐塔 虽然哈尼亚在内外因素下被迫迁往卡达居住 但仍以政治局主席身份对哈马斯发号施令 也多次代表哈马斯出现在各种外交场合 等于是哈马斯的看板人物 包括在去年十月七号对以色列恐怖攻击 引发加萨战争后 哈尼亚同样代表哈马斯在各种外交折冲场合发言 针对恐攻以及随之而来的加萨战争 国际法庭在今年五月发出逮捕令 在外界高度关注的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之外 哈尼亚同样被控涉及战争罪与反人道罪行 公事新闻徐家人编译